很多人都催派Network项目方快点开放主网 很多人说开放主网后才可以发展项目啊 开放主网后才有更多的开发者参与啊 开放主网后价格才会慢慢上涨啊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手机挖矿Core上主网 并上交易所四个多月的项目怎么样了 然后CoreB的价格现在怎么样了呢? 大家好,我叫小萱 那么在今年2月 小萱我跟大家讨论了PiNetwork和CoreDo的分别 PiNetwork和Core的对比等等 有兴趣的兄弟姐妹们可以去看看哟 那么最近有观众朋友要小萱 我在做一期Core和PiB的影片 说一说Core现在的境况怎么样了 所以这期影片小萱我想跟大家更新一下 上交易所四个月的CoreDo现在的境况怎么样了 是不是比迟迟不上主网 不上交易所的PiB 一直在发展生态并完成去中心化KYC之后才开放主网的PiNetwork好呢 那影片和往常一样 影片里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并不代表官方立场 在影片开始之前 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 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 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Core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区块链 它采用了中等充共识机制 利用了比特币挖矿 哈希率和以太坊 虚拟机的图灵完备区块链 它的共识机制结合了工作量证明 和委托权益证明DPOS的最佳特性 以确保安全性和可扩展性 和去中心化最大化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本充共识呢? 小铅我认为Core最值得讲的 也是大家最需要去了解的 就是它的这个中本充共识机制 那么中本充共识机制可以让Core 同时满足安全性 可扩展性和去中心化最大化 是区块链三角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有很多人不知道一点的是 其实Core链的前身是BTCS中本充链 号称是中本充的团队开发 只是在去年2022年改名为了Core链 那么CoreBTCS是在2020年的12月12号 开启了手机挖矿模式 很多人一听到手机挖矿 可能就会想说 哎哟 手机怎么可能挖矿 这是骗局 但是这个所谓的手机挖矿 类似于PiNetwork 其实只是用了一个创新空投的方式 把币给到了用户 只不过是挂了这个手机挖矿的名 而不是真正的在手机上当那种专业的矿工 那么Core通过这种形式 一共向全球的参与者免费空投了5亿多枚的币 而且还有免费获得比特币的机会 所以说Core的死忠粉很多 那么在2022年12月15号 经历了两年的时间 Core停止了免费的挖矿 那么小萱我所了解到的 虽然Core的技术层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为什么一直不上主网呢 是因为Core的生态底子比较薄弱 所以跟PiNetwork一样走得稳妥路线 不过经历了两年的时间 就忍不住在2023年的1月14号上了主网 那么在Core主网上线之后 紧接着在2月8号 Core就上了几大致命的交易所 目前已经在Bibbit 火币 抹茶等等的交易所上线了 打破了之前那些对手机挖矿怀疑的人 因为之前用手机挖矿Core的人已经将Core电线赚钱了 所以说 手机挖矿不是骗局 只不过那些人对所谓手机挖矿的模式不了解而已 所以说Core上市带给我们 就是手机挖矿它不再是零路 手机挖矿也不再是游戏 目前手机挖矿已经被整个数字货币这个圈子所接受 那么虽然说Core在2022年12月15号停止了免费的挖矿 但我们还是可以在第一个手机挖矿项目 PiNetwork免费挖矿PiB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PiNetwork和注册信息的话 可以观看这部影片哟 那么已经上了交易所四个多月的Core 现在价格怎么样了呢 首先 在Core上交易所之前 大家一直都很期待到底一Core等于多少价值 有些人认为一个Core价值100美金 而有些人认为一个Core价值1000美金 甚至6000美金 到底这两年多的努力结果会是如何呢 那么在2月8号Core上架交易所时 Core最高价格涨到了20多美金 然而目前Core的价格已经下跌到了0.8美元 而这个事情就吵得沸沸扬扬的 因为曾经有人声称一枚Core的价格将达到6000美元 但实际上连100美元都没有达到 尽管有些人认为一枚Core的价值应该是100美元或者1000美元 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些喊100美金的人可能在Core价格5美金时就卖掉他们手中的Core了 这意味着即使有人对Core的价值有很高的期望 但他们可能在早期就选择出售了 那么如果您本身看好Core 想要购买Core的话 您可以考虑使用Bibit这个全球衍生品交易量第三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bit的下载链接 邀请码以及如何注册使用的影片链接 小轩我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栏以及第一个留言了 其实目前Core已经有生态入驻了 比如说跨链桥Layer0和LFGSwap 以及数十的基于核心区块链的DeFi、NFTR和游戏 目前Core正在努力地建设基础设施 而且Core官方的Discord有20多万人 Twitter也有将近200万人的关注 是有一定的热度在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Core的社区组织凝聚力是很强大的 非常的团结 只不过Core能否成为成功的项目 就需要靠后续的生态持续繁荣发展了 毕竟一个健康和繁荣的生态系统 对于一个区块链项目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 小轩我想告诉大家一个重点是 如果一个数字货币没有价值的话 没有生态的话 它的价格怎么会高呢 所以说如果一个项目缺乏生态系统支持 缺乏实际的用途和应用场景 那么其价格很难得到长期的支撑和上涨 毕竟一个有活跃的生态系统 才能够吸引用户开发者和投资者的参与 为项目带来更多的价值和机会 很多人都催派Network项目方块点开放主网 很多人说开放主网后才可以发展项目啊 开放主网后才有更多的开发者参与啊 开放主网后价格才会慢慢上涨啊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Core这个例子来了解情况 Core是在2020年开始手机挖矿 并于2023年上交易所的项目 尽管Core已经上了主网 Core也上交易所了 Core也有价格了 但PB呢 挖了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什么都没有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 Core的价格却一直在缓慢下跌 很多人催派Network赶快开放主网 但是我们可以以Core为例 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如果一个项目在没有足够的生态支持下 开放主网 可能会面临价格下跌的风险 因为当持有CoreB的人 无法看到项目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时 他们可能会选择抛售项目代币 导致价格下跌 所以说 如果PiNetwork现在开放主网的话 在没有足够多的生态支持下 也很大 可能会像Core这样 价格一直在缓慢的下跌 所以大家明白 为什么Pi项目方打算先将生态做起来 并完成去中心化KYC之后才开放主网了吗 OK 小萱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好吗 如果你希望PiNetwork现在开放主网 不管PiB价格多少 就算一个PiB0.01美金也好 留言一 如果你希望PiNetwork开放主网时 一个PiB的价格是10美金 100美金 甚至更高就留言2 当然 每个项目的情况是独特的 尤其是PiNetwork 但不管如何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因此 对于PiNetwork或其他项目而言 开放主网前建立强大的生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这包括吸引开发者合作伙伴的参与 推动项目的实际应用和用户采用 以及持续推动项目的发展和增长 只有在具备健康的生态系统的支持下 项目才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市场认可并实现价格上涨 这也是为什么PiNetwork实施封闭主网的原因 另外 有些人说挖了PiB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却什么都没有获得 但事实并非如此 PiNetwork虽然说从推出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但并不是什么也没有 首先 我们可以用到PiB的地方非常多 比如说 我们可以在商城上用PiB购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 也可以去一些接受PiB支付的实体店 甚至可以用PiB去机场的使用场景等等 目前 PiNetwork还没开放式主网 就已经有这么多的实体店 或者线下的活动支持PiB支付 那么如果PiNetwork PiB开放式主网以后呢 而且 Pi项目方近期一直在忙着构建生态的事情 比如 在2023年的5月底 PiNetwork主页进行了更新 从6月1日会开始进行今年第二次的黑客马拉松 也是Pi官方第三次举办的黑客松比赛 而且这次Pi官方举办的黑客松比赛跟以往不同 因为这次的黑客松是支持全年全球开发者的工作和对接 就是说从2023年6月1日开始 每个月都会有生态比赛 而且只要黑客马拉松比赛出现爆款的生态 生态价值就会越高 PiB的价值也会越高 到时候PiNetwork开放主网时 一Pi100美金绝对是可以的 其实挖PiB非常简单 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关注PiB的消息 并坚持挖矿PiB 最后 小轩我其实说了很多次 那就是PiNetwork要开放主网 要上交易所非常的容易 从去年火币和一些交易所墙上PiB的事件就知道了 不是吗 但PiNetwork不会这样做 Pi项目方在过去四年里始终都在为一件事努力 并且坚持到现在 依然还在继续坚持 目前Pi项目方就是打算先将生态做起来 并完成去中心化KYC之后才开放主网 而且Pi项目方做的每一点点努力和每一点点 每一个补丁打在那个地方都不是没有缘由的 项目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尽管Pi核心团队没有在Pi应用程序的主页面上 放大家喜欢的壁纸 但他们仍在努力工作 就比如近期Pi项目方自己举办的第三届黑客马拉松 所以小萱我一直都对PiNetwork充满信心 那么小萱我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 如果您认同小萱我在这部影片说的东西 请留言 当然如果您不认同小萱我的说法或观点 请留言分享您的观点 我非常想知道大家有什么观点和想法的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